老卡你在干嘛 看新闻 鬼朋友 天天忙着呢 今天那个 埃德蒙顿的疫情通报 今天 埃德蒙顿新增了1003个 而且那个 阿尔伯塔大学 有288个潜在的 新冠患者 你咋看呢 这疫情咋办呢 就你个小卡一点也不注意 谁不注意 就滑雪滑雪滑雪的 那你不如我怎么看吗 你先别管滑雪滑雪 我怎么看哈 就是作为70多万的一个 加拿大的一个人的 100万 咱说100万现在哪有100万 不是说80万吗 将近100万 咱就说是100万 100万一天出1000多个 确实是挺吓人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疫情吧 已经从年初到年末了 我们已经基本上 不能说适应了 也多少有些了解 我觉得是怎么样最可怕 就是在我来说 我现在确实 并不是那么的可怕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呢 多少还是了解了一些嘛 先说什么是最可怕哈 一个是死亡率高 死亡率如果要咱不说50%以上吧 或者是80% 那就吓死人了 再一个呢就是不了解 现在对新冠已经比较了解了 但是确实有死亡的呀 你看前一周 死亡的是有啊 但是没死的也很多呀 你看现在 你看一看平均死亡的年龄是多少 死亡的年龄多大都有 这是一个个例 但是你看一看平均数 平均是82岁 对啊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现在不是说 那个上次那个40岁那个华人 对啊 他是有病治不了 他医院没有地方 上次他去看急诊去了 完到那医生说 没事你回去吧 然后他才回去 他才死亡的 就是是这样 不能给救治 你现在如果要是搁这儿得了 我估计你就压根 你就变想去医院 你就回家自己 其实咱中国人现在谁家里 都没那个头疼脑脑的药啊 没有咱家就没有 咱家咱们一箱子 我们家就有点太怒啊 没有消炎药 Persito 啥药管哪 你顶一顶 就是反正不行 那前一阵还有 还有两个30岁的死亡呢 对啊都是 然后还有个20岁的死亡呢 但是都没有基础病 这基础病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个人的体制啊什么 这都有关系 而且他死亡率现在是多少啊 百分之二点几啊 对啊百分之二点几 那也就是说谁得到 就是 这个百分之二点几是全球平均 阿尔伯塔省还是高的 阿尔伯塔省多少啊 我没看 那就得了呗 没到百分之五 应该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而且呢平均年龄八十多岁 这东西吧 就是说重视 是应该重视 严防死守 但是你真的就给你自己憋死啊 其实我是 我觉得中国人 中国是措施很好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上次就是我们拍那个 就是那些流浪汉 那些帐篷那个不 10月30号都给收容了吗 你不要说流浪汉 流浪汉根本是一个 收容之后 他那个收容所 收容所啊就爆发疫情了 你知道流浪汉天天干什么吗 他们天天吃喝嫖毒 你知道吗 他们天天吸毒 抽大麻 他们根本就不重视 抽完大麻会什么现象 他能重视吗 完再一个 我那个朋友给我发的 他说那个埃德蒙顿 China town 就是中国城 老人院 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老人感染了 而且呢就是说 十一人死亡 完事儿 现在吧 就是打电话给他们的家人 因为没有护理的了 让他们家人来护理 都不接电话 那你疫情爆发 谁去啊 然后现在没办法说 他要重金招聘 就是照顾新冠老人的人 要是你能去啊 不能去啊 看给多钱 你拉倒吧 去啥 打死我都不去啊 这点死亡率 我肯定去 给我多钱我也不去 那也不是去了就死 就看给我多钱了 关键是啥呢 你这个 防护服什么口罩 你啥都戴上吧 不是说你一个人感染的事儿 你这会传染家人的 你知道不 家人也防护呗 这都不是 他并不是像过去那所有鼠疫啊 什么的一死死一片 实时证明他不当的 你这样都害怕要死 你知道不 不是 你再有病 你不能被吓死 你知道不 你可以病死 你说孩子防护的不行吧 那中国为啥就能控制 中国出一个都非常重视 中国是啊 是啊 那你回中国去啊 这就是这地方是 就是国情不一样 民族 性格 文化都不相同 什么民族啊 这边 他哪有什么民族团结那劲啊 什么叫民族团结啊 那你说民族 怎么民族了 哪有民族这边 对 这没有什么民族 但是起码有圈 有印度人 白斯坦人 中国人 什么的那个西人 什么的南美人 这也都是分吗 我看他们一个一个的 看他们都来气 都傻了吧 你才气不来气 你那是你自己的 啥也不懂 就听不懂人话 那伙子都属于 我问你 那个说的那个高薪成品 去护理新冠去 你说哪有人去啊 看给多钱呗 给你多钱你去啊 啊 给你多钱你去啊 那不知道 那就看呗 我够口我就去呗 你觉得多钱够口 反正是给我100万都不去 那是 其实你给你100万 你这种人 就是你首先没干 我跟你都说理了 死亡率是多少 死亡平均年龄是多少 所以说你再 再画到你这儿 你50多岁了 也是危险人群 你不管危险不危险 你自己的身体你有没有 就是他说他40岁死了 20岁死了 30岁死了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行 都不一样你 当然你得权衡你自己的情况 这是第一 而且呢 这东西确实是有 都有 既然有病这个 死亡率你不管是2% 或者0.1% 他也是肯定有一个 你拿这一个说话 其实个体来说 就没有什么意义 关键他有后遗症 你知道不 你现在没看出来啥毛病 将来呢 将来不将来 咋子你就不死了呗 你就长生不老了呗 总以为你 我真的不理解 我想象你们好像都是长生不老的 就这样 没告诉你们 你要真是50%以上 那确实 而且呢 一个未知的像当年的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未知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的后果怎么样 你知道不 你50多岁了 你还有多少个将来呀 那小卡上班我也担心呢 他下车的时候 不是我还说 赶紧口罩一定要戴好 这我确实这么嘱咐 这个我并不是说不重视这事 该戴口罩 该洗手 勤洗手 勤戴口 换口罩 这都是应该的 但是你就说天天各家的 你就这么泡着 就是应该的 我不认可 我觉得该重视重视 该干啥还得干啥 你俩都不重视 你不能因为 就像这个战场似的 你在一个战场上 你怕死可能也得死 你不怕死 可能这个死亡的概率是一样的 你往前冲 不一定死得快 你跟后面瞇着 你可能死得也挺快 这没有关系 所以说 但起码是我在态度上 我在这个战术上 我重视他 战略上我绝对是藐视他 完了 这就是不重视的表现 这有什么不重视 该怎么重视 就怎么重视 拜拜 亲身病